龍介兄的分析非常的感慨 蔡總統執政兩年多的 對我們的外交的這些官員 這麼的不信任 其實是有所本的 因為調查局長 蔡總統上次講 用過兩任調查局長 他也不敢從調查局內身 他通通派檢察官去空降 因為他怕控制不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口義哥可能是如此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口義哥的攻略 我跟龍介兄 跟著我沒什麼關係 龍介兄叫我們不要譴責大家 但是我覺得他怪怪的 因為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謝寒斌的分析 緊簡單 你上個禮拜五 已經有三個巨頭的記者會 然後今天是內閣的交接 你在這個捷骨眼 你去喊冤幹嘛 你外交部長突然 我的辦公室主任如何如何 這個喊冤很奇怪 所以觀眾朋友 你可以從這個時間去看到說 外交部長亂的方寸 然後這個口義哥 顯然是不及格 我還是要回到攻略的角度 他的攻略是什麼 我解釋給大家聽 你看 一個劉鷹的碩士 跑去台北 Times當記者 台北 Times 是這個自由時報的姐妹報 台北 Times 我不是說他不好 我是說你有更好的選擇 可是你選擇去台北 Times當記者 然後到小英基金會 去做研究員 小英基金會是蔡英文 2012敗選之後 他成立了基金會 小英基金會好不好 我認為也不太好 我認為你有更好的選擇 可是你去那邊蹲點 然後觀眾朋友你看 後面就三級跳了 國安會秘書長辦公室 總統府秘書長辦公室 外交部長 其實這個部分就已經三級跳了 我想街大使很清楚 你一個年輕人 你要到參戰機 要到這麼重要的位置 去當辦公室主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到駐美代表處 當政治組的組長 所以我說這是口義哥的攻略 我們剛剛都被趙天理委員 實在是厲害 辯論比賽冠軍國安厲害 他完全轉移焦點 他在跟你法律上面 跟街大使一個辯論 我不知道你們誰對誰說 但是牛肉麵我一定要吃 你如果說我要吃 不是 一定有一碗 謝謝 但是我要告訴趙委員 跟他報告就說 社會觀感是什麼 九合一敗選 第一個下台的是誰 不是賴清德 也不是教育部長 也不是農委會主委 也不是交通部長 也不是環保主長 第一個下台是吳宜寧 我的看法跟謝龍介相反 把他給我叫回來 你憑什麼 你今天王世堅沒來 我準備一個故事我講一下 王世堅去年 他有罵口義哥 你要給他公道 我舉例給你聽 王世堅去年 在台北發了一個小車禍 小差狀 結果一聽到差狀 因為回報 我們處理的緣起 一定會回報到情務中心 分局長馬上跑去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一個小差狀 然後分局長跑去市場 為什麼 就是口義哥的公約一樣 主持人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國家長期來 我相信街大使 你在文官提示這麼久 很多人 口義哥不是第一個 軍方也好 警戒也好 法界也好 很多人都是走這樣路線 我現在看這個賴教授 明日之星 玉樹林峰 我趕快去抱大腿 教授 你這個查不好 誰抱 抱大腿人太多了 主持人 我今天跟港口人出來 我不喜歡這樣的人 吳英寧我也不喜歡 你抱大腿 你這不對 你不能這樣 我給他 口義哥去跟他小英研究會研究人 吳英寧是新境界基金會的董事 因為他們爸爸是總統委員執政 他去小金基金會 新境界基金會是林靜東的大智庫 創辦人叫做林義雄 小英基金會創辦人是小英 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都去走這種中南途徑 這是不對的 我要譴責的是這個 以後大家都變 其實街大使很笨 你為什麼當初不學口義哥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一路從外交 那什麼三等二等秘書一路爬 你比較傻 我們的社會整個價值就扭曲了 大家都想辦法 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跟觀眾朋友講 很悲哀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的國家社會 這種人都爬得很快 黃志芳 你以前的部長 黃志芳是憑什麼 當外交部部長 就是單紙這名 人家要騙 他就當外交部長 你看八牛岸哭哭啼啼 一哭二鬧 能看嗎 可是他就當外交部長 街大使現在坐在這邊當來賓 你看 差多少 每個人都想當口義哥 每個都想當黃志芳 我們國家社會就完蛋了 不過我稍微補充一下 你會不會對年輕人的企圖心 太苛責了 對 我覺得有點苛責 因為我反而覺得謝龍介兄 還有像有展現立委的高度 還說這個 黨民國在外面外交官 他已經先預祝你當選了 這個我是一千塊國文 你看他說立委的高度 我知道他 我要肯定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要講的是說 我跟羅志強來講就好了 我們兩個也沒有考文官的制度 我們兩個也是都在 民進黨 國民黨的領袖裡面 幫我們拔劍 我參選是後來的事情 我一開始如果沒有機會 去參與選舉 我後來沒有辦法去當25歲 當高雄市政府的機要秘書 他如果用選的 我不敢罵他 我這邊表 我這邊表 你現在因為你有選票 我們賴教授想 我一開始四 二十五歲 也沒人提拔 你說羅志強一開始 他也是被提拔 你有三級跳嗎 可是他現在 你有做直升機嗎 你看羅志強 他現在選台北市第一高票 你們現在都有民意的基礎 你們當初都不是 像口一哥這樣三級跳 所以我不忍批評你們 我說年輕人要收到栽培 這個不是 這個左後門跟栽培不一樣 再強調一下 這個不是年紀的問題 這個跟年紀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我覺得趙宇翔的事件 引爆了我們台灣 四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必須要正視的 也就是說 你整個民進黨蔡英文 你要不要因為趙宇翔 然後使我們台灣 一直這樣捲下去 我覺得四個問題 已經凸顯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 美國的AIT的 政治組的組長 公然的 就介入了台灣的內政 介入了台灣的文官體系 這個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一個美國的駐外人員 有資歷的一個外交官 然後在台灣 然後直接對於這個人的身分角色 還在台灣的內部 全序部考試院 但是都還在研究 外交部都還在研究 都還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公然去挺一個 台灣的這樣的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他已經逾越了 一個外交官的一個職責 你覺得這是馬治安的個人行為 還是美國政府受影 我覺得他是馬治安的個人行為 因為他在強調 他跟他的私人關係 可是他一在強調 他的私人關係的時候 我覺得他已經 逾越了他的外交官的身分 逾越了外交官的身分 就代表什麼 他長期以來 是不是涉嫌介入台灣的內政 涉嫌也會介入台灣的選舉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外交體系的文官系統 要不要維持的問題 外交部自己發言人講得很清楚 當時就是為了同政員 用了一個制義 林子陽 林子陽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部 現在不是立法委員 不是立法院 不是立法院 是我們的行政院的 外交部的發言人他說 我們從19101年以來 我們用了5到7位一般制義 就是我們講的外交制義 我們這個外交制義 是一年一聘 這是剛剛街大使跟我們介紹的 他是跟館長共進退 所以他是聘用的 他不是任用的 聘用的意思就是一年一聘 跟館長共進退 意思也就是說 他是來輔助 我們的常任文官的外交工作 輔助 所以我們不會用一個政治組的 常任文官的系統 用一個聘任的 那麼跟館長共進退的 或是一年一聘的 這樣的一個臨時的人 來去擔任一個常態性的工作 政治組組長 國會組的組長 我們或是經濟組的組長 或是這些組長 他基本上是要專業的 經驗要累積的 他的人脈關係也都是累積的 這個累積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們為什麼政黨可以輪換 政府可以輪換 就是政黨可以換來換去 但是我們的國家體系不會壞 就是因為文官體系 滾在那個地方 守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的外交 我們的駐美大使可以換來換去 政黨不同的時候 也可以把大使換來換去 但是我們的跟美國的關係 不會產生很大的激烈的變化 是因為我們的這套文官系統 這套外交官的文官系統 守在那個地方 每一位外交人員 不管一密 二密 三密 不管政治組組長 不管是參事 我們知道這些人 他手上都有非常深厚的 外交的關係的人脈 他知道你這個大使一來 你要見誰 我可以安排 你要跟誰會談 我可以安排 你要跟州長的哪一個會議安排 我可以安排 這個就是因為這些外交官 他的經營的關係中 而且他要移交的 我今天我要調任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我就移交給我接任的人 上來的時候要移交 首先要簽的 簽了以後我告訴你 守所哪有哪一些人 你今天派一個 完全沒有關係的人 請問一下你的手上的資源 移交怎麼移交 好 你找一個完全都不懂的 搞不清楚狀況的 他一來了以後 他可以在臉書上告訴你 他租房子多少錢 他太太每天哭 這個事情坦白說 在我們學外交 教外交的人來講 我們覺得實在是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我們的臉怎麼丟成這個樣子 龍介還說我們不要罵 我們沒有要罵 教授 你不要想不開 不要想不開 我覺得第二個文官體系 要不要推倒 政府要不要把文官體系推倒 我覺得這引爆了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既然剛接大使剛剛講到了 這是一個行政系統的問題 行政院的問題 他又跟考試院的學習部有問題 現在又跟檢察院 要不要去接觸調查 這個是有關 他一個人又引爆了三個院 現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員跳出來 挺他民進黨籍的 那四個院在吵架了 一個人可以引爆四個院在爭議 了不起 這個真是了不起 重要性非常高 重要性非常高 最後一個問題就來自於 社會觀感的 就是剛剛龍介一直在告訴我們 社會觀感的問題 就是說台灣的年輕人拚得要命 以為好的人坦白說不在少數 民進黨執政到現在 兩年半多一點 他的歷念也不過就兩年半多一點 兩年半多一點我們坦白講 一個課長 他在雨的時候就在了 在政黨工作 那是為政黨工作 可是你現在是為政府工作 政府機關的歷念 兩年半來講 一個課長的歷念 也不過就是一個兩年半 那少一個0 應該要20年的歷念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感覺 就讓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的受挫感很大 就是因為原來沒有關係 就真的一切都沒有 原來有關係就一切都有 民進黨你想要競選2020 剛剛我覺得韋翰講得很好 外交的吳英寧又出現了 外交的吳英寧又出現了 為了一個人 你要把整個民進黨的形象 把整個民進黨整個陪進去 你怎麼選2020年 我們把話要說清楚了 今天用了趙宜祥 會失一點選票 因為這個效應 可是當蔡英文政府 民進黨政府就是準備要 加強台美關係 引進美國的勢力來打2020 講白就是這樣 高說還不能做 今天美國的官員要見 我們的駐美代表 要約一頓飯 所以所謂兩位組長 都不可能列席 美國就會直接找這個代表說 你要請趙宜祥來一起吃飯 趙宜祥 他要安排見誰見誰 我跟你講只有趙宜祥能夠辦 趙宜祥也才能夠幫他們安排 這些話都不會透過體系 也都沒有公文 這你還看不懂 所以你不要擔心 你也不要說覺得 你教外交出來 怎麼會變成這樣 講白了就是這樣 美國所有要見的人 絕對不是我們外交體系本來的人 以後所有的飯局 所有要見的人 都會經過趙宜祥安排 再到2020投票之前 我比較好奇 AIT都已經表達了這樣的一個態度 表示說這是美國政府理解接受的 他不是政治官 他到底是個人意見 還是美國政府的意見 這個不是AIT的意見 這個指他個人在趙宜祥演出 怎麼可能自己大剌剌的 在他的臉書上寫這個部分 我們的政府官員常常 自己寫點情緒的意見 他寫了這個部分 結果大家還要懷疑說 這一定是我們所謂民進黨 要跟美國去對付所謂的 不管對付誰 你們要加強台美關係 我要強調的是說 其實我們這樣的任用 即便像剛剛龍介兄講的 他其實也是外交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互動 沈思純先生不會講日文 連馬英九總統都不信任他 他完全沒有辦法得到 日本政府很重要的信任 結果他簽了餘夜協定 現場你什麼都沒做他 他只好直接每天到鄉下去泡溫泉 我要強調的是說 因為待會兒 尾翰可能也要回應 我要提的是說 組長這件事情要把它講成 占文官缺 就如同我剛剛跟介大使 讀的牛肉麵一樣 組長基本上就不是一個 編制的職稱 他沒有列職等 也就沒有12職等的問題 他根本就不是一個法定的職務 我們可不可以換賭雞排好不好 就是說 你剛剛牛肉麵為什麼要換雞排 沒有 牛肉麵是講違法的問題 這根本就是一個完全不正確的 趙委員 你怎麼賭注這麼小 一碗牛肉麵 這是國家大使 基本上大使以一個他張仁國大使 結果竟然離說 你這個政治組組長 不是一個正式的定義 聘用 你知道這2012年 當時就已經規定說 你任何一個正式職缺 像資義是政治職缺 一等命是政治職缺 但你有基本上 你外交需要 像龍介兄講的 我可以給他一個職嫌 那個叫做加嫌 加減的加 職嫌 這個叫政治組組長 但政治組長不是主管缺 文官缺 不是12職等 這一點部分我和你講錯了 所以我必須要告訴你 他沒有佔文官職缺的問題 但是他適不適任 這樣的安排會不會太快 他能不能有做好的表現 我覺得那當然是要考驗 我上次立法委員要檢驗他 但是如果說我們回到了 一個不存在的命題 譬如大使說的 組長 資義兼組長是違法的 或者是說資義兼組長 是佔文官缺的 他如果是不存在的命題 我們在那邊做討論 會不會太輕輕的 放過我們的監督權力 我回應一下天寧哥 我跟他是好朋友了 但是這件事情 我跟他看法真的不一樣 我再講一次 你有兩個看法真的不重要 重要是事實是什麼 所以叫駐美代表處出來 把他的編制表 駐美代表處 我現在跟你講 政治組長下面出了個 副組長之外 還有10個組員 他是一個非常清楚的 編制內的政治組跟國會組 今天什麼叫編制內 我就提一個名詞 郭瑤琪 大家記得郭瑤琪 以前阿扁總統2008年的時候 他是公共事務室的主任 兼總統府發言人 可是一路下來 包括李南陽等等 到了馬英九時期的時候 他覺得公共事務室的主任 他必須是文官 就是差別 他必須是文官 所以他不能夠用自己人 譬如說羅志祥 王玉琪 他都不能當公共事務室人 因為他不是公務員 觀眾朋友看一下這張照片 看完以後你就懂 瑋翰現在到底在講什麼 為什麼一直在扯 什麼事務官跟政務官 這個人在有一天 黃國昌跑到總府前面去 淋雨進座的時候 送來了200個肉包 然後現場送肉包 大家講說這個女生是誰 為什麼跑來送給黃國昌肉包 我跟大家講 跑行政院的人都知道 他叫張文嵐 他是之前的新聞傳播處處長 他到總府公共事務室 接主任已經兩年多了 可是你看總府發言 都是林鶴銘 都是黃崇燕 因為他們兩個是秘書 他才是總府編制裡面的 公共事務室主任 馬英九時期有沒有 有 馬英九時期的公共事務室主任 他就不負責發言 所以這就叫政務官跟事務官 對不起 這就叫事務官 你今天希望有人來幫你發言 你再去找一個人OK 所以今天趙文嵘想要去 駐美代表處 我就覺得就三個位子 一個就是你找一個非主官給他做 當一個聘員 給他一個名稱 譬如說他是總統代表或怎麼樣 當然這個有點超過想像 第二個就是駐美代表處的副代表 甚至是駐美代表 剛剛聽說你講 以後接下來這一年 蔡總統還要出訪美國 尤其是今年 我相信他一定會希望有大突破 但他需要照影響的能力 而且還看到最近很多人寫文章說 因為Vincent跟美方很熟 連馬遮案都出來講 怎麼可以忽略他的能力 能力這麼好 就當駐美代表 用政治去任命他 下面的這些事務官你不要去動 動這些事務官其實說實在 我剛剛還是那句話 政治組 光是政治組組長 下面就有10個組員 這10個組員都是歷念5年10年15年 甚至20年以上的駐美外交官 今天趙維祥在那邊 兩年多的經歷 他唯一一個這些人做不到 就是我跟總統直達天廳 我跟外交部長吳昭謝直達天廳 可是他做不到的事情是 他可能沒有能力去指揮 他們要怎麼做 那些事務的事情 政治任命他可以指揮說 現在總統的方向是 我們要宣傳這件事情 這個沒問題 可是怎麼做 接下來怎麼跟國務院打交道 接下來怎麼跟國會議員打交道 他沒有管到 那這些外交官他坐在那邊等著 請組長你指揮我 現在我到底要去找誰 他沒得指揮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政務任命到 這個文官事務官上面 會產生的問題 他的薪水還有他的年紀 都從來不是我在意的點 他沒有他 他就像是年紀又沒問題 跟國務院打交道 也沒有 budgets 這次郎 他就有信任命到